頂住共產威脅 幾害年新希望 下面請看趙培為我們帶來的微視頻 謝謝主持人 大家新年好 烏絮年已經過去了 當初很多人期待中國出現烏絮變法 但是沒有出現 其實呢 清朝的烏絮變法不也失敗了嗎 咱們微視頻覺得啊 這個烏絮年 人類還是值得點贊的 因為加拿大和美國抵制住了中共的威逼利誘 華為孟晚舟案正式進入司法程序 2019年3月6號將會在溫哥華出庭 這個是本身值得咱們為全人類點贊 這也讓大家看到了幾還年的新希望 中共啊 面對自由世界針對這個中共罪犯的這種引渡和抓捕 它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抓別人國家人質來交換 下面是一條未經證實的小道消息 據說孟晚舟被抓之後呢 任正芬囚禁了這個江澤民的兒子江民衡 這個消息的可信度是由中共接下來的行動來說明的 江家在中宣部和政法委有人啊 那麼接下來中共的行動就是 政法委抓了兩名加拿大人作為人質 中宣部號召全中國人買華為愛國 當然了 這個消息我們沒有更多的消息來源去證視它 大過年的 大家就當評書聽 那麼習近平啊 可能都不願意介入這個事情 咱們為什麼這麼說呢 證據就是美國總統川普採訪中說 習近平沒有為了華為給他打過電話 大家要知道習近平當年可是為了忠心給川普打過電話的 看來華為的事兒習近平不願意插手 加拿大的外長和國防部長飛去美國 見了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和國防部長 加拿大的意思就是問一下 大哥 你們準備真的辦嗎 怎麼辦呢 美國政府立馬表示了 司法要辦華為 白宮不干涉 所以呢 雙方這個政府官員 就開了個聯合記者招待會說明 孟晚舟案不是政治事件 也不是貿易戰 只是司法案件 大家可以記下筆記 這是一個關鍵點 這是中共不敢承認的點 為什麼呢 因為中共用鬥爭思維洗腦全中國人 他把孟晚舟事件搞成說成一個政治事件 讓大家跟美國鬥 跟加拿大鬥 那麼中共國內對加拿大是喊打喊殺了半天 加拿大政府也不敢干涉司法公正 當然了 也有不長眼的官員 這個人就是加拿大駐華大使 替共產黨說話 立馬被勸退了 司法獨立是一個人類文明不能病的原則啊 那麼加拿大雖然人不多 但是咱們朋友多啊 加拿大政府就不斷請求自己的兄弟們幫忙 先後舉行了19次的高級別會議 美國、英國、澳洲、德國、歐盟、北約都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支持 這一開會啊 一道出說不要緊呢 這可把共產黨的醜事抖樓的全世界都知道了 中共也害怕了 駐加拿大大使就說了 你別出去說了 咱們單獨談不行嗎 要我說啊 你早知如此 何必當初呢 當初加拿大政府找你好好談 你可是氣焰囂張 不肯談吶 你一個大使還威脅加拿大政府 甚至說如果不買華為5G產品 肯定會有後果 後果來了 什麼後果呢 中宣部派了大量五毛到華人媒體和論壇去威脅華人 孟晚舟事件出來之後呢 她說啊 我們中共的人都不來旅遊了 我就奇怪了 烏旭年 大陸經濟不好 出來的人本身就少 你何必在這說大話呢 另外 上個星期 加拿大東部氣溫零下20度 體感氣溫零下40度 你倒是出來逛逛啊 這該不會是一個傻子吧 那麼從這個事件來看 加拿大和美國政府抵制了中共的威逼利誘 就矜持了人類三權分立的原則 這就是人類文明值得讚揚的表現呢 這個事呢 同時也證明了 法輪功學員講真相 有效 大家想 如果加拿大政府不和自己的盟友 講求中共扣押人質的這種真相 共產黨的大使也就不會害怕 不會說軟話 我們希望呢 幾孩年全中國人都能聽到真相 也都能講真相 因為這樣將會大大的抵制 共產黨在國內的惡行 這也是咱們對幾孩年充滿希望的原因 好 謝謝大家 今天的微視頻就到這裡 更多微視頻在新唐人網站